好,來,弧切齁 要特別注意,有三軸 點跟點的弧切 如果我現在有兩點 A點跟B點 有切個圓弧 這裡半徑是R30 就是畫A、B嘛 先把A、B這兩點先求出來 好,要怎麼求,到時候 題目會規定 好,就量30 這裡量30 以這裡為圓心畫符 以這裡為圓心畫符 好,就找到圓心了 你知道嗎 這是點跟點的弧切 是這樣子 線跟線的弧切 我這裡有兩條線 我要切圓 就是畫平行線 記住喔,平行線喔 以我是 平行線要怎麼畫 記住喔,這個一定要是一個直角喔 放在這邊 以我是要切30的 我這裡距離就要30 好 再來換這邊 我這裡距離就要30 就找到圓心了 所以我這裡要量30 好 記住喔,這個都跟半徑有關係喔 好 你看看 圓心 切個圓 切個圓 好,這樣不是很準 沒有做錯 切圓一定要 切出來一定要很好看 好 好,再來 圓跟圓的切圓 圓跟圓的切圓就有兩種 第一種是像這樣子 來喔 記住 如果這裡是R30 這裡是R15 好 第一種就是像這種 好,它在外面的 第二種就是這個圓 圓 是在這兩個圓的 圓的 中間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樣子喔 記住 這個叫連心線 會通過切點 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R15 請問你 這裡是R30喔 這裡是R15 請問你這一段是多少 是R45 對不對 這段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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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R30 所以就分別以這裡為圓心 45為半徑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圓心在哪裡 45為半徑化 再以這裡為圓心 30為半徑化 就找到圓心了 就可以畫出這一個 圓了 所以相反的 這個是加 這個一定是減的 這個 比如R60 就以這裡為圓心 你看到 60-30 剛才是加嗎 這個就是減吧 60-30 這裡是還是30 所以它這個 就不用畫了 因為它在圓心上面 再來 這裡是60-15 是45 它可能畫起來 就像這樣子 45 所以這裡就交圓心 量 一定會交兩點 因為它會有兩個 所以你這一個股就是這個 你這一個就是這個 知道嗎 所以這一題來講 記住 我們在畫這種圖形 記住 一定把圓心先畫出來 所以這個 利用 三角板 所以記住 如果是新來的同學 三角板運用得當的話 你的自圖速度會快很多 給我這裡50 6 就直接把它畫起來 直接用這裡的尺寸 再來這邊 你看 也是60 在30 有沒有 這兩個圓是 圓...主要的圓心都出來了 好了之後 老師會在其他地方 用筆 把尺寸 轉移到紙上 等一下在量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尺寸要用很多 所以老師 你不要坐在 你的 考試的紙上面 如果你坐在紙上面 你就記得要擦掉 所以這裡是15 大家要記住 有時候 為了避免自己搞錯 這裡直徑的地方 全部改半徑 免得自己搞錯 知道嗎 把它塗掉 這樣子自己不要不會錯 這還算死 好高 我畫錯了 所以60變成50 有些不可能 這尺寸一定要看清楚 好 好 不要像我翻這種錯誤 明明會畫的 結果還畫錯 好 我畫出來了對不對 好了之後 再來 我現在畫這一個 這一個是減嘛 60減 15是45 所以我就以這裡為 這個 先量45 以這裡為圓形 好 45為半徑 好 再以這裡 這裡30 啊 60 減30 是35 好 所以直接 就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 原心就在這裡 好 所以再來 60 好 這個 切 有沒有 這個 切出來了 等一下 好 再來換這一個 這一個 就用加的嘛 15加 20 這是 35 好 35 好 35 再來 30加20 50 好 好 原心就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R20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好 跟這邊 你知道嗎 好 所以這個 大概就像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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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